1800年前,曹操、刘备青梅竹九论英雄 曹操问刘备天下何人为英雄 刘备说是袁术、袁绍、刘表、孙策、刘章 曹操却孝子皆粉种枯骨,碌碌小人之位 刘备反问,这些人都不算英雄,那谁还算英雄 曹操孝谈何为英雄? 服英雄者,胸怀大志,富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 吞吐天地之志者也 刘备听完大为感叹,急忙问曹操 谁能当得起这样的英雄啊 曹操孝指刘备,当今天下英雄 唯有刘始军与我曹梦德呀 那么曹操当不当得起包藏宇宙之机 吞吐天下之志 让我们看看他的三大创举就明白了 一,因势力倒而变法 公元194年发生了件大事 曹操讨伐徐州时 留下夏侯敦驻守扑阳 成功,张淼叛变,迎吕布入燕州 吸取了曹操的大本营燕州 吕布不但攻入蒲阳 还抢走了夏侯敦的粮草 还派不下诈祥 火同曹军中的内影 劫持了夏侯敦 索要金银财宝 此时,夏侯敦作为燕州最高武将 该怎么处理这起超高规格的绑架案 就成了一个难以决断的大问题 最终,韩昊站了出来 他不仅不因人治下侯敦妥协 还命人包围了劫匪 大声呵斥的 我韩昊为国家讨贼 怎能因一个将军而误国事 你们这些贼徒 犯下劫持大将军这等重罪 还想活命吗 韩昊说完 又哭着对夏侯敦说道 将军实在是对不起啊 韩昊终不能因您而误国法 说完便命曹军猛攻劫匪 劫匪大惊失色 纷纷跪地求饶 说道 我等只是为了劫财啊 夏侯敦因此获救 义君主将被绑架 这本是天下丑闻 结果曹操听完 却大改收获 他对韩昊说道 你的做法值得万事效仿啊 并下专门修改法令 以后再有绑架案例 可以连同人治一起攻击 但必须俘获劫匪 此法已经传出 曹魏之境一片肃然 盗贼绑架案自此绝技 正所谓获惜福之所以 伏羲获之所服 曹操变法连同人治一起攻击 看似残酷 却让绑匪失去了一仗 绑架案例自此消亡 夏侯敦被绑是祸事 曹操却能从中看到万事之法 这就是曹操的智慧和变通创举呀 二 屯田令 曹操的第二个创举 当为开创 并且推行了屯田令 当时的中原先后经历了黄金起义 董卓之乱 元树肆虐 关渡之战等频繁战争 百姓人口凋零 田地荒无闲置 世人流离失所 天下一片肖色 曹操在浩里行中 这样描写讨伐董卓时 中原百姓的惨状 白骨鹿鱼也 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一亿 念之断人长 当时中原的百姓 大概有以下几个归宿 要么沦为豪强家奴 要么沦为军阀不拒 要么宗族自保 要么落草为寇 剩下的只能是在战乱中流离失所 听天由命 因此 统一中原后 安抚百姓 恢复生产 就成了当务之急 可是安抚百姓需要钱粮 招兵买马也需要钱粮 粮者形成冲突了怎么办 于是 曹操创造性地推行了屯田令 用百姓开垦出的土地 养活曹魏的军队 再用曹军的武力 保障屯田的安稳环境 如此良性循环 百姓得以耕耘 国家得以强军 这就是屯田令的高明之处 用早知 韩昊等义 实行屯田 三国制屯田令的推行 对整个北方生产秩序 人口恢复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我们熟知的曹魏人物为例 韩昊 像侯敦 司马懿 以及邓爱等人 在屯田养民方面 有着杰出的贡献 屯田这也成了 曹操最具代表性的标签之一 三 唯才是举的求贤令 1800年前 一道诏书传出许昌 在千百年的道德文章中 为贫寒下世撕开了一道曙光 二三子其左我自漏 唯才是举 无德而用之 求贤令 作为中常是曹腾的孙子 太为曹松的儿子 曹操太清楚举笑帘的那一套了 就以曹操本人为例 年轻时不治产业 人侠放荡 不一样二十岁举笑帘 出任洛阳北部位吗 然后拜一郎 黄金起义后直接出任其都位 在沙场上建功立业了 所以举笑帘举的是什么 不是品德 不是孝 也不是怜 更多是出身 是人脉 除去几个别的贤者 大多数富家子弟 都是踩着任人为贤 这个宽泛的概念上位的 因为贤的概念太难量化了 大家都说你好 你的风平就好 那么除了部分真的好的 什么人更容易被一群人说好 当然是门声顾利 遍布朝野的门法了 就以曹操早期阵容为例 寻狱 寻忧 陈群 国家影川过世 而非韩世 哪个不是世家子弟 更可怕的是 一大半都是影川门法 这样朝野能够稳定了 所以曹操要强调 为财势局呀 只要你有才干 我不管你的风平如何 我就能根据你才能的大小 进行任用 这样真正贫寒的人 才不用受制于门法风平 获得一丝任用的曙光 而这种为财是举的大胆风格 在曹操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所有人都在讲任人为贤 罪次也要得财兼备 说到底还是品德挂帅 才能其次 可品德往往又没有固定指标 解释权终归在少数人手中 但在曹操之后 不再是这样呢 品德不再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 才华也可以代表一切 所以也有了才华皆一切的说法 尽管这种说法至今也没能完全实现 但曹操为才是举的影响至今仍存 而我们每一个或多或少依靠才华和技能生存的人们 也都在享受着这份恩惠 并为后来者创造更好的环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